枪枪三人行 李爱 李爱现在在我们镜头里显得越来越漂亮 我化妆师有了更多的经验了 对 不如说我们的导演有了更多的经验了 光打得更好了呗 是是是 所以马先生 在我们这儿倒是越来越显得苍老 我这没化妆师 这个马先生啊 经常跟很多达官显贵打交道 我是比不上的 但是呢 我们都比不上 对我近两年发现啊 过去你比如说咱想说贪官 是吧 我觉得离我很远 但是现在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贪官的脚步正在向我接近 因为就因为就说出来的这个贪官啊 就是已经有我认识的人了 真的 你们刘志军 你知道刘志军出事的时候 我一看我 我们有个采访团去过铁道部 我跟刘志军这个说过话 一个餐厅 请我们那个吃饭 我都记得 然后呢 最近又出来一个张鼠光 是铁道部的这个这个 还是个副总 副总工程师 我看他的照片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呀 我应该跟他 也会过 也吃过饭 好像就是那次啊 刘志军领 我跟刘志军没有任何关系啊 我这么穷 我 就是我们去采访中国高铁建设 就是那个到天津的那个 那个那个叫动车啊 还是叫和谐号 就做 当时就是刘志军领我们去参观 然后有一个说 请我们什么总工程师啊 来跟我们讲 我记得这个样子 好像就是张鼠光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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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记得当时他还给我讲说 这是我们国家 这非常先进的减速玻璃 你知道什么叫减速玻璃吗 就是那个和谐号 这个动车呀 如果非常快的情况下 你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视力啊 看不见 不是会晕的 所以减速玻璃 是让你看着没那么快 没那么那么眩晕 你看我有这个印象 但是你看 离我这么近的人都已经 不是你觉得近 他觉得一点都不近 人家可能不认识我了 对吧 但是最近这事啊 你你留意张鼠光的新闻吗 嗯 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问问你这个女孩子 你你你你知道什么 就是说你对她的事 留在你脑子里的是什么 就是反正大家对这个事的 一个比较大的评论 就是说现在这个腐败 这个学术界的腐败 然后怎么层层层层的 这个这个人是怎么当上 就是现在这个坐上这个位置的 他的学术的这个各种论文 是不是也有腐败 反正比较讨论是关于 学术上的这个腐败 那你还行 我以为你注意的会是 情妇之类的问题 那些已经注意过了 就是他也在我 就是他因为之前的那个贪官 都跟情妇有关系 所以就就已经 这根鞋已经不在那了 以前比较注意这部分 就是说这个他就想凭这个院士 因为他有了院士 这个话语权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别看都是总工副总工程师 院士 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好比说跟地方上 比如说武汉某个公司的总经理 就是好比说你有一种生产 一种机车 你就说他后来好像张手光的交代就说 比如说有一种机车 有一种列车 他说我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 我只是提了一下 他说最后可能是刘志军选择 这个车我们要 他说我只不过是没阻拦那意思 但是实际可能就为了这么一个事情 对方可能就得几百万给他 而且有些时候他发展的有点什么 难兄难弟 你看有的时候我看 他跟其中的一个 也是一个办公司的这么一个老总 说两个人都是搞技术的 在一起就唏嘘不已 开头是有受贿行贿的情节 但到最后变成了这个情意节的情节 就是说这个老总得了癌症了 对人生很悲观 可能俩人经常在一起聊天 就是我们这个搞技术的 怎么就不能这个当院士什么的 我就全力的 就好像成了自己这个医院 就是我就要帮你 我就要帮你 我给你投钱 我就要帮你当院士 他这个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 因为院士得说清楚 他是两院院士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 还有一个是中国工程院 两院院士呢 他在中国的这个 就是每年的这种宣传和评选当中呢 他最早都是科学家 他是一个社会荣誉 后来他逐渐啊 就中国这事都逐渐演变的 给人感觉他有一个政治待遇 这就坏了 那政治待遇他就会 不一定是靠你的技术能力去申请的 所以从已知的情况下 因为这次说院士这事 不是谁说的 是张罗王自己说的 他在法庭上 他是受贿钱 那个钱是四千多万嘛 四千多万 今天当然大家都觉得 不算什么了 有人说你四千多万 买个二手房都未必买得起 也不算什么 但是问题是 他在这个法庭上 说出一句话 所有人就愣了 他就说 你拿钱干嘛 他说拿钱为了 说这个 院士 院士要花钱 那他这个就不是说 不是连累一个人了 他现在就变成连累了院士 这个称谓了 这次呢 我觉得他这个院士 他两次评 一次好像是0709嘛 他差一票 我觉得真是万幸 他差一票没进去 他要是这一票得了 他要进了 他在法庭上再说这事 那就把这 就把这两院院士全给拖累了 对对对对 这里肯定是有试评本事的 而且他说了 这个30多个机构嘛 一块同时发力 就是帮他评 因为刘志军对这个事很在意 就说一定咱得评上去 因为评上去 你看他评上去 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了 就变成一个荣誉 这荣誉就带有政治色彩嘛 说铁道部不能评不上嘛 所以就通过了各种关系 那肯定你想想 他只要发力 他就是花钱 花谁的钱呢 一定是花大家伙的钱 不是他自己的钱 除了他自己还要私下花的钱 就公开花钱的事 今天更不能说什么了 所以这个两位院士呢 就所以就这次在这个 这个刘志军案 不是这个张曙光案中呢 就显得特别突兀 就是甚至大家都忽略了 他为他那受贿的钱干嘛了 他过去的房子什么 大家好像都不太注意了 就注意到这个称谓 按理说这个称谓是个很空的称谓 这什么院士 院士啊 他没有实际的权利吗 没有什么权利啊 他就是说起来顶多是有点 就是你是院士来了 你就 就比较厉害 就厉害 就跟这个文物这行 就是国家建议委员会委员 对对对 上次那个金吕一被建议的都是 好几个是国家建议会委员 他就是个荣誉嘛 没错没错 他又不多发工资 他又不是什么 他就是个社会 因为我对这一块啊 我说实话 我真的是太外行了 我不是那么懂 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儿 就是也有朋友聊天说起 说为什么现在这些搞技术的 他特别在意这些称谓 特别在意权利 他说因为现在在中国的 有些行业 其实看起来是非常专业的行业里头 我不知道铁道部是不是 就类似于像这样子 听起来科技含量特别高的 这种行业当中 所谓搞技术的人 其实他并没有决定权 按理说我们听起来都应该是 真正有学术研究 真的懂这个东西 他是有决定权 比如说买这个螺丝 买这个什么 是吧 按理说应该是 就有搞技术的人来决定的 但他说 其实在很多这样类似的行业里头 搞不好 其实还是行政 就是比较大 官比较大的人来决定这些事儿 所以搞到搞技术的人 觉得一定要拿一点什么头衔 拿一点什么行政的权利 拿一点什么东西 他好 要不然他就有一种 好像傀儡 或者是被指挥的感觉 这么说我就说一个他熟悉的行当 我经常见 就说这个闲头 你比如咱经常见一些个收藏古董的 或者是做家具的 这买也非常熟悉 我发现他们有一种现象 跟我聊天的时候 就是不同的人 一般都供着一个 我认为是他们的神 或者是一个老专家 就是什么 这王老 或者是刘老 我们怎么怎么着 这王老刘老 可能是故宫的 或者是一个 也是个国家的一个什么 建立委员会 或者某省的书法家协会主席等等 他就是 反正就是说他这东西是真的假的 就全是他这教主 好好好 说了算 平常他们就供着这个教主 然后传扬这个教主 以这个教主为标准 但是这有意思吗 他对他们某些人的商业是有意思的 就是你比如文物这个行业啊 跟这个跟刚才说的铁道部完全不一样 他这个行业就是他这个东西的价值呢 他有时候对一个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去肯定一下呢 他价值就体现不一样 那经商的人他很愿意拉大旗做虎皮 而且我们现在国家形成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风气 就是大量的人因为也无法去辨识他的能力 就我们说你让我们评判张曙光有多大科技能力 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是吧记者们也不清楚 但是你能够认定他有什么能力 他肯定平常院士以后 那所有人起码有一个感受 这人至少得有点本事吧 要不然他评不上吧 但现在从公布的材料上来看呢 那大量的东西都不是他的 也许这东西就说不清楚 因为我们在科研成果中 这我比较清楚 就是大量的科研成果都是多人的 那么到底是谁的 有时确实说不清楚 文物也是这样 文物的判定就是你谁的地位高 那过去我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特别爱蹭人家那种建丁会啊 干什么去听去 你听后来我就发现 就是最后后来我就得出一规律 就是谁谁谁头先大 谁德高望重 谁岁数大 谁最后什么说了算 别人就不好意思再说了 这是中国的文化 对 所以也就是说拿院士这个称号非常重要 因为拿了以后 其实很多 其实是别人的科技成果 没错 到最后可能都数上的是我的名 对 尤其这种单位帮助你做的 没错 你单位的人就更不敢说话 为什么 你要考虑你后面的生计 对不对 你放不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活的黄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这个还在中国还真是有这么一种啊 就是还是个尊卑 你知道你比如说他们讲你说台湾 李远哲 是吧 就是说啊 这个尊卑就是啊 你啊 是比如说你 你是大科学家 你得过诺贝尔奖 你大物理学家 但是意味不意味着在教育问题上 我们也得听你的 你的看法也很棒 你中国就包括你 比如说钱学森 钱学森那个时候就写信 他说亩产上万金 他最兴奋 但是呢 你看 实际上你是一个物理学家 可是你看我们这个社会啊 有一种习惯 我估计咱仨里边要做一院士啊 肯定咱聊什么都得听他的 院士说的 是吧 肯定 懂你的意思 你明白 这个甚至我把这个再说一步啊 这本质上就像这个偶像 你们偶像崇拜 对吧 我觉得现在已经好多了吧 关于这个事情 就是说 大家在看一个人的时候 我不知道哈 我觉得 好像最起码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看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比较能够独立的看他 就是说比如说他在这方面有成就 我们肯定他 那他在另外一方面 确实不怎么的 那也也该有负面评价的 也有负面评价 因为现在网络社会 大家都被 特别是你越是公众人物 你越是厉害的人 都越被拔得干净 对 但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 就是中国的那个文化呀 是单向冲前不冲后的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这一个人做官 我们简单的说 这人一定是科长 处长 局长 部长 往上走 他绝不可能当上部长以后 退回做副部长去 他也不可能说当上部长以后 我辞官为民呢 这都不可能 如果你当上一个部长 甚至当上局 不要说部长 他退一步就局长 你辞官去做民的话 评价一定是不好的 而且基本上都做不成 那么生活中也是这样 你比如说学者什么这些 都是往上走 不能往回退 这是中国的一个典型的文化特征 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大的问题 单向的 对 他不像西方人 西方人有人做完市长 然后一转时就到公司 当CEO去了 是啊 咱们可能吗 咱哪个公 这不可能 咱觉得那是跌分的事 当去了 当那个什么独立董事去了 后来给骂下来了 独立董事是退休以后 退休以后 对吧 他不是说 我辞职 就是我这个 没有任何瑕疵的情况下 对 我们说的是瑕疵是什么 你说最近你被中纪委调查了 你中纪委说 你跟中纪委说 干脆兄弟辞职不玩了 不是这事 就是没有任何瑕疵 他可以不玩了 换一个 换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在中国人来说呢 中国人肯定认为是官场是老大 对不对 然后商场肯定是低于官场的嘛 然后一层一层的 就即便说你在一个单位 你在一个单位当上了CEO总经理 你绝不可能再去当副总经理 你宁肯辞职 当一大白丁 你也不干没事 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的 就是说你如果你官座够大 或者是你名头够大 所有的这个荣誉都归你 其实你想想 其他行业其实也会这样 包括国外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有一个标准 你可以都归你 但是如果万一出现什么事 责任是不是也归你 如果责任也归你 我觉得这是一件平衡的事 比如说这科研成果出来了以后 可能都数上你的名了 但是如果真的这些科研成果 比如说它不是成果了 它出了点什么问题 你在你上面有你的名字吧 但你也承担最大的责任的话 那这事就变成一件公平的事情了 那该查你查你吧 该比如说该你得负什么样的责任 你负什么样的责任吧 但问题是现在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荣誉归了你了 但是你是不是也担这个责任 如果你不用担责任 但荣誉归你 那这事就变成特别不公平的事情 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很多的社会荣誉 你包括院士这个 更多的是社会荣誉 你说他一个院士有多大权利 能弄什么项目都不是 一旦有了这个院士以后 他可能获得的 获得的这个就是无形的好处 他就是有好处 他没有他有很多的好处 但他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您听说过那个吗 就是比如说各省里 或者买那个书法家协会主席 不会听说 就是也是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你买一个 他们说一个书法家协会主席 一个地区的吧 一什么一年 翻本都能挣回来 对他是这样 这是中国特别 就是特别世俗的一个现象 就是你是一个副主席和主席 他价码不一样 就你原来你字写的是一样 就你原来是个副主席 你那字卖不了多少钱 如果你是主席了 马上就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这在中国一个是书法 还有绘画什么 就这些带有技巧性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又我不懂 为什么是我们社会 是个官本位的社会 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为官 过去为官 跟今天还有个不同呢 过去为官 首先你是一个文人 就是你文化程度不达 你学而优则是吗 你不学 你怎么可能是为官呢 对不对 但是你像书法画这种东西 难道不是一种艺术欣赏 你首先得 是啊 现在问题所有的艺术欣赏都被标上价了 你得花钱买呀 你过去的我 你比如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悔 那好多大画家给我画我都没要 就是真的给 那你为什么不要 我当时 当时我二十岁的时候喜欢画 站在那画家身边看 你看上一天他就送你一个 你只要看上他 因为你尊重他 谁看他一天画画啊 对 看完了 他送你一张 你讲说我还喜欢上他 再给你画一张都不算什么 对 现在可能吗 因为那时候画没有价钱 没有价钱 而且这个字啊 真的 就他们很多人就说 说这个 你看好多这个当官的 你说他那字 他写的好看吗 但是呢 我看不懂他已经说了 没错 就是这个 这中国也是依中国的文化 是吧 他真的有很多人收集这个东西 他特别是还搞成大牌匾 就挂在哪里 类似于这种 什么特别是那种商业的那种地方 挂一谁谁谁写的字 他证明有人照了 这是一免死金牌类似于说 你看这个特别是大官写的 字放在往那一挂 我这那谁罩着的呢 它是有作用的 有些是 这还真的 就是说 我记得是哪个 好像是那个苏东坡 那个韩石铁 韩石铁就是 在那个时候 我记不清了 是不是这一幅字 就是说传传传 比如说传到到后来 清末的时候 就说让这个张之洞 就写这个字 他们都会有这个敬畏之心 就说 我哪够在这个上面 写啊 对吧 他会有这张之洞什么人的 那大知识分子 他都会 反而他不敢写 不敢在这个这个上面留字 对 咱这这个 现在谁逼着谁写 谁到家了 买 只要买来了 先盖一个曾经我家 光荡就开始了 现在就是这种事特多 我就看过那个 让我说 就是 真的是没有资格往上写的人 都往上写了 盖上章 我说 你要历史上查这人 这人是什么 所以我写史的人说 这是一捣乱的人 把这东西给毁了 所以啊 你就是从这样的一件事情 一下子 大家觉得本来学术这一块 就像原来觉得学校这一块 是纯洁的 干净的 学术这一块应该是非常严谨的 大家是最起码严肃的吧 那么一下被这事一闹完以后 大家看学术 包括现在听院士这两个字 好像都都都有点怪怪的 然后就觉得心里头有点 还有最后一线 因为什么呢 张鼠光没凭上 对 花了这么多钱 没凭上 对吧 这国之思维还在咱们七二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你看这张鼠光说 就是中国的文化 我还是中国 这个请托 你看最近台湾在讲什么 叫官说 官说 就请人托人说 说向说情 其实你看张鼠光说 我呀受贿 他说四种情形 你看 他说虽然有人请托 但是我觉得产品达不到标准 所以呢 这个高铁的利益会受损 他就不会答应 但是呢 钱收了 这是一种情况 这狗黑的就不帮忙 钱收了 然后第二种呢 有人请托 他也受贿 但他没有刻意去帮忙 而是顺其自然 事情到了我这儿 我顺水推舟 我这无为 这事就过起来 我这我不阻拦 对吧 好 第三种情况 是对外谈判 他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是他觉得 这个谈判中 外方欺负民营企业 不懂技术 这个他呢 出面去谈 是为了整个中国高铁的利益 是节约高铁成本 他认为呢 他这样谈呢 本意是为了国家 为了高铁 只不过呢 民族企业会感谢他 这也是一类 第四种情况呢 他利用技术 给请托人帮忙 当请托 就是你知道吗 这还传帮带 就是说 他觉得没达到标准啊 哎 我帮你 提高你的技术 你达到标准了 我顺水推舟 然后这我再收你钱 你看这是多么微妙 复杂的这种请托 那他第一种不是特别容易出事吗 他收人钱 然后还还没帮 没帮忙 人家不记恨他呀 没错了 他会评判这个事 第一呢 这类钱可能不会太大 第二呢 人可能后面还有求于他 对不对 这搭上一个关系了 这个他可能能评估风险 他收一笔大钱 什么事都不干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这个人都会平衡这个 这里最难为的是第三条 就是在外方的情况下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外方全在 全到了中国 全变味 就是被中国人给逼的 为什么 你看那个葛兰素什克 据说要罚他200个亿 等于他三年的营业额 现在好像还有几个外国公司 这个医药公司都在调查 因为你一看葛兰素什克 你就知道 不可能他单独一个公司是行贿的 对 就是给逼的 因为刚才那第三条 就是他要保护民族工业的时候 就把那个外国人给逼死了 他就得想办 外国人就得感谢他 设法感谢他 对 所以你看外国 我觉得这个外国公司进来变坏了 可能就流陷了非常多 过去外国人都不会 但外国人可能转马路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闻名启示录 我怎么觉得我们水深火热 他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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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